提到阿拉伯国家的代表 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会是古文明埃及 但提到现代阿拉伯世界 那么净显奢华的杜拜绝对是大家的首选 在南加州一间旅游业者为了回馈顾客 特别推出埃及加杜拜的行程 让游客可以一趟行程 完整感受到阿拉伯文明 以及现代不同的风情 不可能在任务之四预告片中 Tom Cruise从世界第一高楼杜拜塔顺势而下 惊险度破表 让这部年底才上映的电影 早早地就吊住观众的胃口 而到杜拜旅游 好玩的还不止这些 远看有如一艘古着风凡的白色帆船 近看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水母喷泉 更有金碧辉煌的大唐设计 这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七星级杜拜帆船饭店 想要感受这样的极尽奢华之旅 业者表示 现在只要参加他们的埃及行程 就可以顺道游览 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最佳代言 杜拜王国 埃及杜拜的路线 这个是在赶解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去埃及跟杜拜最好的季节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路线结合在一起 但是收费呢 却比单独的一个行程来得便宜 涌缩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厮守之路 除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旅程中穿越高山大川沙漠隔壁 沿途风景更是绝美 现代人重走思路 业者介绍因为有了豪华东方快车的选择 更可以避免旅途的颠簸劳累 让全家老小都畅游思路 东方快车原则上在中国来讲就是属于 所谓的总理级的这种领域的专利 才能够享受得到 一年之后这么一次 我们常常在讲说 东方快车就像是海上的游轮 但是在用铁路来走 那火车连着跟着大家一起走 边走边停边玩 庆祝双十国庆 台湾侨委会更顺势推出优惠活动 鼓励侨胞赴台旅游 业者介绍 参加他们的台湾双十团 侨委会就提供每人110美金的补助 让三天两夜的行程 花费不到100美金 而2012总统大选双英对决 业者更贴心推出特价机票促销 承诺帮侨胞用最低廉的价格买到机票 顺利完成返台投票之旅 东森美洲新闻王一柳王杰 李宗瑶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